大小大家一目了然了 都不用我打轰了 各位好朋友们 评论区让我测评一下美式杂志的呼声是最高的 今天我们特意赶到了老上海 准备测评一下国内能吃到的四家美式杂志巨头 分别是啃啃 麦麦 泡泡 德德 听说杂志在15分钟内吃是最美味的 现在是3点钟 到了肯德街 谢谢 3点01分 取到了第一份 现在是3点03分 啃啃的对面就是麦麦 谢谢 麦麦的3点04分 时间好快 3点12分我们到了泡泡 从厚厚的外卖也拿到了 3点12分我们现在拿到了前三个 德德比较远 我们订的是外卖 我们现在等一下 谢谢谢谢 非常准时 3点14分 打赞得咯 好我们随便找了一地方 特意赶到上海 这里就是我们可以买到的国内四家美式杂志 那我们一起来测评一下 我的逻辑是招牌PK招牌 小时PK小时 4个品乘以2又是8个品 Round 1 这个是德克式的手枪腿 肯德之的原味鸡 麦当劳的招牌 麦麦脆汁鸡 这是泡泡爱的美式松脆原味鸡 和甜辣酱酱脆鸡 大小大家一目了然了 都不用我打分了 目前比出来最大的呢是这两个 外观上看 那我觉得这个是实在是有点过分了 虽然它最便宜啊 我们先从全球门店数量4万个的麦麦开始 这个他家招牌 来一小口 入味是很入味的 里面的肉也很入味 外面的皮有点腻 里面的炸汁呢中规中矩吧 下一位是他们的 他们的前充电很狠 全球门店数量2万炸 他的家的原味汁 现在缩水缩成这个样子 越来越少了 我们来一小口 它的脂就感觉是油已经爆开了 不是很多 那可能跟时间有关系 然后里面的肉你可以看到 里面我感觉像个鸡胸 就是鸡胸的那种 比较柴 你看这一块肉就很连续 对 看得出了柴 已经是风干的那种感觉 我们再来尝一尝 泡泡家的 鸩球4000姜 博妹一加 来一小口 骨头吗 我说不可以 这么一吃 前面两个没啥饼了 就差距太大了 真的吗 它咬进去的那个香味 就特别的香 是牛油的那种香味 然后我们底下 同样是鸡胸肉 然后它也咬进去是嫩的 这个咬进去是柴的 它咬进去是很松软的 鸡水呢 我觉得作为鸡胸肉 没有那么充裕的 外面的脆皮的松软程度 香味 和肉的嫩度 那是完胜这个很可能 哦好嫩 真的好嫩 然后它外面的成果的那个粉 也是很酥脆的 好我们最后 来尝试这个德德 我刚刚查了一下 是说来自于德克萨士州 全球3000家门店 美国零家 国内3000家 好我们来再尝一尝 你跟杭州吃到的味道吗 我是对它有自带感的 你知道吗 我在杭州吃 每次哪怕外面点过来 也是比较嫩的 这个有可能炸过别的东西 它吃起来 里面有一点虾的味道 你知道吗 没办法啊 只能说不真实 但是鸡肉的话 其实嫩度的话也还行 比肯肯好 四口咬下来 从嫩度开始说 后患是排第一的 脆皮的松软程度 一二三四 嫩度的话是一二三四 然后还有那个香味 这两个差不多 这两个差不多 那它的香味是高出很大一截 就有牛油的香味 其他就是正常的那种 中油油的味道 那这个没法一起测 我就单独尝一下 甜辣酱 酱脆鸡脆 看起来很好吃啊 吃起来其实有点像 韩式杂志的感觉 然后这个吃起来的那个甜辣酱 比常规的韩式杂志的那种 甜辣酱要更辣一些 我们常规吃甜辣酱 这个甜辣是六四坎 这个的甜辣我觉得是二八坎 八分辣 我们来试一下这四个品牌的小食 这个是德德家的魔法鸡块 它其实跟上下鸡块挺像的 这个是泡泡爱家的黄金空气脆鸡柳 这个是麦麦去鸡球 劲爆鸡米花 差不多的 分量上总分量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 那我们从德德坎子去 它只有鸡菜的味道 就是里面吃肉的嫩嫩的味道 但是外面这个快食的感觉已经没有了 这边它冷了吗 有可能是冷的 第二个尝一尝泡泡泡爱的 蜂蜜见不见 官方配的 为了公平起见我就摘了 看一个最大的小鸡 虽然这么贴啊 我觉得有点不公平 因为它大 所以它里面的肉可以做的比较嫩 但是有一说一摊 外面的那个酥脆的感觉啊 真的是很酥很脆 油油的香味真的是 就明显在三个里面脱影而出的 这个是真的厉害 尝一下吃米饭 就一咬进去那个面粉比较厚吧 咱外面的那个脆皮可能时间走了 有点硬 慢慢再尝一下这个 五香粉的味道 奈卖是最硬的 同学你好你们有没有时间 我们那边有四个炸鸡 我先不告诉你们哪个是哪个 你们就直接吃 四个都吃完之后 你告诉我哪个最好吃就行了 直接吃直接吃 你也来吗 你也可以来 可以试一下 这个最好吃 第二名呢 这个 这个 这个是泡泡爱 这个是德克士 然后这个是肯德基 这个是麦当劳 感谢感谢 这样就是比较客观了 其实跟我刚刚的感受一样 就是他们俩是明显胜贵 他们俩 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那今天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吃下来的感觉 我心里面是泡泡爱 我觉得是最好吃的 我觉得国内的泡泡爱 比美国食道的泡泡爱比较好吃 德德 鸡米花还不错 但是杭州食道的德德 其实我内心里面是觉得 是可以跟泡泡爱比一比的 但是今天可能米红不是那么稳 海调 是两个可能因为小的缘故 容易做柴 容易做干 当然了 今天这一次视频呢 也非常的主观 介绍大家任何反驳 如果说大家还想看什么视频 别乱去告诉我们 记得点一下关注 以后找到我们 下期见 拜拜